台湾县公园有一位逸宵叫做黄森胡 那么每一次他帮忙打捞尸体上岸之后呢 家属为了表达戏就会送他一个红包袋 他因此就把这红包袋全部都搜集起来 贴在一个笔记本里头 每一张纸片上呢也写清楚了 到底呢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过程为何 现在被称之为是一本死亡笔记本 探开死亡笔记本 红色纸片满满贴了一整本 每一张红包纸的旁边还写字特别著名 记得全部都是生离死别的故事 这本就是黄森胡的生死簿 家属他的红包的我们 我们就把它收到的一年 那我们老板50个 我们就离50个那些一块 18年前担任异校的第一天 黄森胡就养成贴红纸的习惯 总共29张红纸就代表了29个故事 看尽了人生无常 尤其感触最深的是这一次 另外黄珊瑚也曾经遇到怪事 黄珊瑚打烙的尸体不计其数 亲手找到的就有29具 投入异象的工作一眨眼18年过去了 他说现在打烙尸体已经没有丝毫的害怕 转换心态也是功德一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思源 台中采访报道